五棒大赛骑马跳远 随着现代奥运的发展 奥运的竞技性是越来越强了 人们的功力心也就随之变强了 于是运动员的训练机制变了 围巾排队的死好方式也出现了 我们不妨反普归真 重新审视奥运带给人类的一切 其实这个社会的本身 是来自人类对更好的自我的追求和渴望 而现在我们这个弯 是不是偏的有点远了呢 缓号绝不见 新西兰特级乳牛莫名失踪 原来是全新科迪恩婴幼儿奶粉 选取天然纯净的奶源 让宝宝发育更健康 天然营养当然之选 哥迪恩婴幼儿奶粉 灵感来自五千年文明 激情来自万里河山 实干窗未来 双喜无业深 住心为你聚焦 世界因你璀璨 新一代宣逸 要是登场 东风日禅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欢迎回到清醒白老汇 会声会色 这个奥运的标志很可爱 五环五个圈 我发现这个标志 有很多的内涵 也好比大圈套小圈 印在纸上 那就是射击射箭的靶子 要拿两个圈 用根布连起来 那就是举缀的杠铃 要说是上面 各连一根绳 在上面翻跟头 这个就是吊环 所以我在家里 为了跟奥运同步 我也实现了 个人的五个圈 分别是两个黑眼圈 以及晚上吃东西 腰围胖的三圈 五个圈 欧文会是个竞技场 也是个展示自己的大舞台 所以大家好好表现 家里广告商的年度大单 已经给大家都准备好了 一个星期 这都还不到 中国又出了二十几位世界英雄 得冠军 那叫英雄 得亚军 那就成是狗熊了吗 在伦敦 与金牌无援的中国选手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向祖国表达歉意 那让我们这些 一辈子都参加不了 奥运会的人 轻贺一堪呢 在国内 如何对待奖牌 那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据说呀 夺得伦敦手金的射击选手 伊斯林的父母 这几天手机都被打爆了 家里边二十四小时接待办了 夺冠当晚 县政府大手笔 足足放了一个小时的烟花庆祝 夺得了这个四百米 混合用铜牌的香妹子李玄旭 家里边原本呢 也是街坊领导一大堆 集体来看比赛 等结果一出 你看 虽说都是黄色吧 是铜不是金 几分钟 敲锅打鼓子就消失了 准备采访的走了 热脸来的领导 扭着他的冷屁股也走了 谁说政府办事效率低的 他们闪人可快的 除了奥运英雄 最近湖北恩师的高考状元 也享受了一把英雄的待遇 胸带大红花 坐着豪华轿车去游街 旁边还有四个川校夫的小伙子 扛着这个大幅的细胞 紧随其后呢 还有数十人的腰舞队 这不知道是老爷娶妻 还是犯禁重举啊 当然了 我明白 这是中国教育的需要吧 游丸街 学校才能多收费啊 青岛最近呢 也出现了二十多位的无名英雄 据说 说他们是英雄啊 是因为他们挽救了一万多条美国红鱼 说他们无名 是因为他们救了鱼 悄悄的就跑了 其实啊 他们是来放生的 据当地的渔民说呀 这二十多个人来自东北的吉林 是专门到这来放生的 而这一万多条鱼啊 价值五十多万 这里多大的罪孽呀 这也便宜了当地的老百姓 免费钓鱼啊 呼啦啦几百号的人啊 你那边放 我这边钓 你放一个 我钓一个 你们这是逗人的鱼玩呢吧 就在大家钓鱼的旁边赫然还立着一个牌子写着禁止钓鱼 不知道这个是字太小 没人理 真是可怜的这些鱼啊 你知道的 在中国这种东西是完全没有余数力的只有城管能治得了他们 又说到城管作为中国最有杀伤力的一支队伍 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最近首个城管武装部在武汉汉阳这个城管局成立了 40名城管加入了民兵队伍 将接受战备训练以及国防思想教育 平时呀这些人将负责维护社会稳定 一旦打仗了 他们能支持前线参军参战 哎 这好像是我们以前开玩笑段子里边说的呀 无计呀 真是像梦想照进现实啊 至此 中国最强的作战部队终于脱离了临时编制和诗人见面了 对此啊 我们也要向世界庄严承诺 在任何情况下 绝不首先使用城管 要说现代社会有城管 古代社会靠大侠 最近湖北襄阳市政府啊 想人民之所想 耗资一百万 以射雕英雄传里边襄阳大战作为原型 给郭靖黄龙建了组雕像 哎 我看网上很多人批评这件事 但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呀 你看人伦波奥运会开幕式上是吧 哈利波特 伏地摩 那不都是虚构的人物吗 哎 还零零器 是吧 把女王从直升机挖踹下去 是吧 也没见大家说什么嘛 啊 但是那些表现工业革命的那个大柱子啊 什么环境都破坏了 我觉得不好 现场乌烟瘴气的 这个按咱们的说法 这个场面太不和谐了 要说最有气魄的 哎 还是那天晚上我记得推出好几百张病床 哎 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在那转来转去 最后航拍俯视一个镜头 啪啪啪弹出三个大字啊 NHS 这我也不认识啊 NHS 女护士 要不是男护士 除了见英雄像啊 哎 这最近深圳的市政领导也忙着找爱新大使呢 因为政府财经的财政经费没有到位 这个深圳市的绿色基金会在深圳就发起了义捐的活动 获捐的资金将用于城市的景观林带建设 对此很多市民表示 没有听懂 不是那会睡了吗 但是为了救济政府啊 哎 光大市民高素质还是进行了踊跃的回复 其中回复最多的一条有二十万啊 说的是你以为我傻吗 回复八万条的是缺钱买包了吧 还有的热心市民啊 专门跑到咨询处还去挡天去 捐款 是要五年的纳税证明了 是要摇号吗 挖了种 种了挖 政府资金不到位 就让老百姓出钱捐了钱 请问一句 如果哪天资金到位了 这捐了钱 退不退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我们将会永远铭记郭美美这个名字 是他让我们认清了捐款的真正含义 人们常说啊 有英雄的地方就有恶霸 哎 要不然怎么能衬托出英雄的伟案呢 这种曾经震惊全国的湖南天湖爆炸案的主谋 周龙斌被判处了死刑 周龙斌曾经是湖南的矿主 资产过亿 县级首富啊 04年被捕之后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当纪委书记的干爹 在看守所里边是自由出路 还有民警 是陪同吃喝玩乐 05年法院曾经对他下达了一个叫不起诉决定书 也就是说一个杀人犯 因为有一个通天的干爹可以免死 这个比当年的免死金牌要管用的多了吗 免死金牌只能用一次 这可以循环使用的 其实这样的事啊 听起来有时候也不算个新闻了 基本算个基本事实 最近国务院发布了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 这个方案说啊 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 这四个国家法定大驾 收费公路 对小型车辆不要钱 这也算是奥运夺金之外的用意利好消息 希望不要再发什么补充文件 我就记得往年一到春节 某些航空工资大打折后 我记得有个年从北京飞上海90块 反程都要全家 但是回头一想 这样的规定义出台 节假日的高速 那就更堵了呀 所以建议有关部门 您啊 还是节假日 双倍收费 其他时间一概免费吧 英雄这个词啊 不同的年代是有不同的解读的 在我爸妈那代人心中 英雄是人 黄继光 董存锐 在我这代人心里边 英雄是虚构的人 过境啊 阳过什么的 而在在下一代的孩子心里边 英雄是蜘蛛侠 篇幅侠 奥特曼 英雄已经进化的不是人了 英雄可以不是人 同样也可以无人不英雄 无论金牌银牌 甚至没有牌 其实都可以做英雄 相反 纵然你有无数的金牌 没有一颗英雄的心 顶多呀 你就是个牌奴嘛 我们下周见 哎 中国多有会儿金牌了 人生 他就像一出音乐剧 贫富贵贱 各行各业 都是曲子之一 有人平淡 有人离奇 关键闪亮登场 现在向来为您播出 美与女士房菜